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7号大马时间下午5点 在克林姆林宫隆重举行救治仪式 正式宣示连任第五个任期 这意味着71岁的普京将继续执政俄罗斯 他自2000年开始执政至今 一直稳住总统的宝座 在今年3月的总统大选中 普京在没有任何反对派的竞争对手情况下 以创纪录的87.28%高德票率树立连任 刷新了俄罗斯总统选举历史的新高记录 如果普京能够成功执政到2030年 他将击败苏联独裁者史达林 成为俄罗斯近一个世纪以来 在位时间最长的统治者 不过由于俄乌冲突时序 美国以及多数欧盟国家 如波兰、德国、捷克等都表示 不会派代表出席普京的就职典礼 美国更直指不认为这次的选举是自由和公平的 但与莫斯科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 如法国、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 则表示会出席就职典礼 尽管遭受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 但在乌克兰战产的进展 以及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的鼓舞下 普京今天正式开启了他的新一个六年任期 不过普京依然面对诸多的挑战 包括乌克兰冲突导致的经济问题 未能平息人们对新任期内 可能宣布新轮不受欢迎的动员入伍的担忧 以及应征男子的妻子们对此不满的情绪 普京星期一在和政府成员会晤时 他强调巩固和加强俄罗斯国际地位 安全和主权是政府的工作核心 普京表示近期将启动新一届政府组建程序 期间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以确保发展计划继续推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